坦克也有翻转 给阿兰德龙做的表肯定是白金的 拍出了两万六千欧的记录 是估价的十倍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今天说说一个亿万富豪的万表收藏 阿兰德龙 法国影坛的传奇之一 也有人说是最帅的法国男人之一 先提个问题 阿兰德龙获奖时带的是什么表 后面揭晓 之所以说是亿万富豪 是因为前阵的法国那边传了一些话题 说三伯人因为他的遗产已经开干 阿兰德龙晚年的女伴 真有美 而不是Hiromi 小儿子安东尼和他的哥哥和姐姐 不过咱们就说万表 看看巨星的万表收藏 给咱们什么启示 我会给你拉一个名单 不会耽误你一见三连的 五年前 阿兰德龙获得金钟旅荣誉奖 83岁的人 落下了眼泪 心说颜值太高 真耽误事啊 但我还是认可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获奖 与其说是安慰 不如说是仰慕 一说到这个法国最帅的男人的表 你首先想到的是哪个品牌 不废话 直接说干货 卡迪亚坦克青金石款 在行业内卷各种弯道超车横行的当下 青金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材质了 但是卡迪亚是用青金石做表壳 直到现在也非常罕见 这是一件孤品 上面刻了帅哥的首字母 优雅的西翼皮表带 阿兰德罗喜欢在夏天戴这款表 因为他觉得戴在夏天 晒的栗子色的皮肤上 特别的养眼 这个拍卖的预估价是2000欧 实际成交价是55000欧 后来有人说 如果再拍的话 应该在8到12万欧元 卡迪亚圆润型 这是阿兰德罗主演 安弗利克 一个警察时候佩戴的 这是最经典的款式了 他还常常戴一款白金白盘的款式 坦克翻转 坦克也有翻转 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不过拍卖行声称 这是一款卡迪亚酒桶翻转 你觉得这到底是坦克翻转呢 还是酒桶翻转呢 反正拍出了26000欧的记录 再下一个卡迪亚的帕萨 卡迪亚帕萨这款表 我们在另外一个视频里 讲的算是很详细了 建议你看一看 这是源自30年代摩洛哥的 帕萨跟路易卡迪亚 定制的一个圆形 卡迪亚设计了圆形的 黄金款式防水 但是好像到了50年代 这个表消失了 直到1985年 卡迪亚决定发布一个系列 向这次定制致敬 卡迪亚找了尊达 重新设计了帕萨系列 没错 你看到的卡迪亚帕萨 卡迪亚系列是设计过 爱比皇家像树和百大斐力英武罗的 尊达操刀设计的 帕萨系列有很多款式 阿兰德龙至少有两款 都是很经典的 第一款是38毫米的黄金皮带款 4.5位置有日地窗 第二款是钢款钢链 6点位置是大日利 1990年推出 卡迪亚山渡士100XL马表 阿兰德龙的收藏里确实有这么一款卡迪亚的马表 41毫米肯定算是超大的了 因为是方形表格嘛 纵向表尔间距达到了55毫米 也不知道阿兰德龙带啥会是什么样啊 阿兰德龙的藏品里怎么能少了伯爵 这款小尺寸的白盘罗马数字的相赚款 可以说是当年法国帅哥们的标配 而伯爵出手给阿兰德龙做的表 肯定是白金的 阿兰德龙至少有五枚百年龄 其中三枚是机械计时 第一款是受40年代设计启发的机械计时 这款表带有划齿功能 为的是给工程师当机械计算齿 这种计算是通过计时功能实现的 所以这个Chronomat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机械计时Chronomat原文虽然一样 但含义不一样 这点你给注意啊 在四年代的Chronomat 这个MAT指的是数学 法语念Mathematic 简称MAT 而现在的机械计时Chronomat 这个MAT指的是什么呢 拜托咱们百年龄的粉丝在字幕里打出来 这个滑齿功能后来演变成了 百年龄另外一个系列 内威Timer的飞行滑齿 本款黑盘的Chronomat的机芯是手动技术机芯 另外两款Chronomat属于比较现代的啊 有人发现其中一款跟另外一个法国大咖 贝尔蒙多戴的百年龄很接近 按钮和部分细节是金的 搭配浅棕色皮带款 机芯是Caliber B13 大家都知道改字ETA 7750 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专门讲计时表的视频 你应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另外两款还包括蓝盘白色小表盘的钢款 另外给你看一张这个照片 阿兰德龙似乎很喜欢戴这款表 斗鸡眼表盘意味着石鹰鸡心 为什么他喜欢戴这个 我觉得一个很在乎颜值的人 对蓝表的某些数据 比如说直径和厚度等等 都是比较敏感的 你看这款表戴在他手腕上 显得是那么优美 航空技时百年龄的标志性表款 1952年为飞行员协会会员开发的 单位定值蓝表 从技时功能开发出来的航空滑齿不是虚设 下一款是百年龄788 现在看绝对是属于古董表了 这是百年龄优雅的英卡Block 788 古名思义啊用的是阴家百路 那个时候的表都印着 Brightling Renéve 36毫米的即时表 刚款设计比现在的百年龄很纯净很低调 机芯是Venus 152手动即时机芯 万表收藏里怎么可能没有劳力士呢 劳力士Daytona 116520 法国市场上肯定有那么一段时期啊 劳力士的表进店就能买到 这意味着什么 你细品 下面一款就更不用说了 劳力士Milgoth 116400 Milgoth是源自50年代中叶的设计 2007年在巴塞尔表展上发布的 这款的机芯是3131 这款不是绿玻璃啊 咱们都知道啊 珍利时在1969年推出首款自动上显即时机芯 珍利时后来推出多款装备着这种机芯的表 那么这款Cronomaster Adpramillo三粒表是其中之一 90年代推出 40毫米直径 阿兰德龙收藏至少有4枚宝破 这也说明宝破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 第一款是雷茂2527计时表 钢款白盘皮带 附带一个钢链带 六点位的日期窗 第二款是雷茂Date 2100 从这款表的成色看 阿兰德龙肯定是经常戴这款表 黄金表壳 白盘部分刻度和时镖 都是K金的立体镶嵌字丁 第三款宝破V的黑系列6595月像表 这是宝破的标志性表款 产自9年代 除了能显示月像 自带日期星期和月的显示 尺寸是34毫米 怎么样 机芯是自动上显的 913A机芯 很美啊 第四款宝破 是雷茂双十区 38毫米直径 白盘小秒针 12点方向是第二时区显示 3点是日期 9点是昼夜显示 IWC Portofino 3541黄金款 万年力带月像显示功能 7点半方向是年度穿 90年代发布 直径只有35毫米 还是自动上显的 现在揭晓阿伦德隆 在嘎那获奖时代的万表 这是一款宝格丽的Octo Finissimo 这款表是40毫米见方 但是厚度只有5.15毫米 这得益于宝格丽自产的 BVL138自动上显机芯 因为使用V型自动图 机芯厚度只有2.23毫米 一般获奖时代的表是怎么来的 你懂的 但这款表肯定不是借的 明氏70年代 没错这名字就叫明氏70年代 这是阿兰德伦主演武士时代的 一款明氏的整电型表格的万表 应该说这是70年代流行的造型 很多品牌都有这种造型 比如格拉苏蒂原创 艾比皇家像树 终于又是一个爆款 但是注意 此皇像非彼皇像 你注意这个名字 奥特曼批给Royal Oak Rumble 这是阿兰德隆在1976年主演 自食其果时代的 我们在讲尊达的视频里讲过 皇家像树是1972年推出的 刚推出头一年是 备受冷遇 后来慢慢的才活起来 应该说 皇家像树这种豪华运动表的 代表性的作品的流行 与包括阿兰德隆在内的 一众精英的审美眼光有关 或者说 阿兰德隆买这款表的时候 是出于自己的眼光 而不是大家都觉得好 2012年的一次拍卖上 这款表估价只有2500欧 实际成交价是68750欧 后来的片子 比如1985年的警官的诺言 和1988年的沉睡不醒的警察 阿兰德隆都一直带着皇家像树 张宝 阿兰德隆的粉丝一定想把这些表纳入囊中 比如上面这款皇家像树的那次拍卖 总共拍出了444000欧元 是这样的 2012年阿兰德隆参加了一场拍卖会 里面至少有100枚他收藏的表 拍卖前还特别在香港搞了预展 为的是吸引中国和亚洲的粉丝 阿兰德隆在中国家喻户晓 是美男子的代名词 其实从阿兰德隆的万表收藏可以看出 他买表是跟着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别人的看法 他永远不限于任何一个时尚 阿兰德隆曾表示 他不喜欢死后拍卖 不管是他收藏的艺术品万表还是不得久 估计跟他的遗产分配计划有关吧 不过从阿兰德隆的收藏 他在影片里戴过的表 以及他日常佩戴的万表 你有哪些想法呢 欢迎分享出来 最后 如果说阿兰德隆是最帅的法国男人 那么贝尔蒙德算不算最坏的法国男人呢 贝尔蒙德收藏万表的清单 我也给你了 如果你感兴趣 我可以再讲一期 但你给告诉我你喜欢不喜欢 OK 谢谢你 下期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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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tz